白板上用英文填滿一個又一個城市名稱 台灣慈濟中學加州遊學營的學員 來到正熱浪滾滾的加州 用年輕開放的心 擁抱完全不同的異國文化 各有不同感受 中午就有到這個 很比較正式的西餐廳去學習 那就發現他們事實上也是很注重 這個禮儀跟禮節跟這個人文的 那所以他們並不是像以前 還沒來之前所想的都是這樣子這麼的狂放 Oceanside的時候 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到外國人的熱情 就算你 你只要跟他們打個招呼 或者是說嗨 或者是站在那裡 他們就會很熱情的跑過去跟你聊個兩句 我覺得美國的教育就是 希望我們要注重於勇敢的表達 就是要勇於發言這樣 除了可以練習自己的英文之外 也可以練習自己上台的功力 行萬里路盛讀萬卷書 從課堂到戶外 在學習過程中擴展視野 收穫充實又飽滿 在新聞真善美志工 洛淑莉 李彥廷 葉敬鴻 美國報導 接著 教育